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欢迎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金铃语中的翁振宏老师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七字式能源的有效节约与利用的课后练习题 题目是这样的 某校打算态换校内的老旧冷气 经查访后把新旧冷气的规格比较以后 列表如下表所示 表中的ER值称为能源效率比 也就是冷气每秒钟从室内带走的热量 与冷气花在带走这些热所消耗电能的比值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总额定电功率完全由额定电压 与运转电流的成绩来决定 B 以千卡当作热量的单位的时候 ER值的数值会变大 C E 亚值指的是冷房能力与额定总消耗电功率的比值 D 在相同的条件之下 改用新款冷气约可减少四分之一的耗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A选项 A选项说总额定消耗电功率 完全由额定电压与运转电流的成绩来决定 同学应该知道电压乘上电流 其实就是所谓的电功率 那在这张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2002年的旧款的这个冷气 它的使用的电压是 220V 乘上它的运转电流 14.2V 乘出来结果是 3124W 也就是3.124千瓦 那它其实并不等于右边的消耗额定的总消耗电功率 3.043千瓦 同样的 2015年的新款冷气 电压 220V 运转电流 10.2A 乘出来结果是 2244W 换算成千瓦是 2.244千瓦 那其实它也不等于右边的总额定消耗电功率 2.185千瓦 所以呢 我们可以判断出来 A 选项是不正确的 那各位同学可能有个问题 你刚刚乘出来的 3.124千瓦 或者说 2.244千瓦 这是什么东西呢 不晓得各位同学有没有看到 这个表最右端有一个功率因素 97.4% 你把这两个数据对照一下 你会发现呢 3.043千瓦 其实就是你算出来的 3.124千瓦 乘上 97.4%的结果 那另外一个 2.185千瓦 其实就是你算出来的 2.244千瓦 乘上 97.4的结果 也就是说 表上面所说的总额定消耗电功率 其实就是冷气工作的时候的有效功率 它等于冷气消耗电能的功率 乘上功率因素 各位同学应该可以从这个表里面得到这样的讯息 再来 B 选项 以牵卡当作热量的单位的时候 111R值的数值会变大 在题目上面有提到过111R的定义 111R是每秒由室内带走的热 跟每秒冷气消耗在带走这些热所使用到的电能的比值 如果你每秒从室内带走1交耳的热量 需要消耗1交耳的电能的话 这样的111R值就是1 那各位同学应该可以看到 分子跟分母的单位都是交耳除以秒 那交耳除以秒其实就是瓦特的意思 所以其实它也是一个功率的比 那我们知道 1卡等于4.187交耳 反过来1交耳就是0.24卡 所以呢如果11R值用旧的单位来看是1的话 它其实是每秒1交耳除以每秒1交耳 那如果我们今天把热量的单位 就是分子的部分的交耳 把它换成卡的话 算出来结果会是0.24 也就是说算出来的数值会比较怎么样 比较小 所以B选项其实是不正确的 再来我们看C选项 C选项说1R值指的是 冷房能力跟总额定消耗电功率的比值 根据题目所说的 1R的意思是 每秒从室内带走的热 除以呢 每秒冷气消耗在带走这些热 的过程当中所需要消耗的电能 那它等不等于 这边所说的冷房能力跟总额定电功率 的比值呢 我们就直接来算算看 先看2002年的旧款冷气 这两个比值算出来的结果 7.1除以3.043是2.4 新冷气 2015年款的新冷气 它的比值是7.1除以2.185 算出来的结果是3.25 那刚好跟表上面的1R值是相吻合的 所以C选项是正确的 再来看待选项 在相同的使用条件之下 改用新款冷气大约可以 省下四分之一的电能 从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 冷房能力除以额定总消耗电功率 就是所谓的1R值 那各位同学应该可以从表上发现 冷房能力不管是新冷气还是旧冷气 它们其实是相同的 在冷房能力固定的情况之下 1R值跟总额定消耗电功率 其实两个是乘反比的 也就是说1R值越高 就会越省电 既然是如此 两者是乘反比的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知道 会不会省电 省多少电 我们可以用新冷气的电功率 去比上旧冷气的电功率 那因为跟1R值成反比 所以我们就利用2002年 这款冷气的旧冷气的1R值 比上2015年新冷气的1R值 比较出来结果2.4除以3.25 算出来大约是四分之三 也就是说在相同的冷房条件之下 新冷气跟旧冷气相比较 只需要消耗四分之三左右的电能而已 那也就是说可以省下四分之一的耗电 所以第一选项是正确的 那这题讲完以后 各位可以发现 刚刚提到了很多相关的资讯 那这些冷气的相关资讯 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各位去上网搜寻 你想要买的冷气 你会发现在网页上都会秀出 有关这些冷气的一些基本资料 就包含了刚刚所提到 非常重要的1R值 它决定了这台冷气是不是省电 或者说你直接看冷气的边缘 也可以看到更详细的讯息哦 讲完的这一题 相信各位对挑选冷气的时候 所需要注意到的一些基本事项 应该更有概念了 那下次你在挑选冷气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到1R值 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冷气 是不是会省电 那以上就是这一节课的课后练习题的 讲解的部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